三个火枪熟得满 我们的环游台湾 仍在继续 在你的环台旅程中 到了台东或花莲 走山路或走海线 一定是你的一大难题 大多数的环台者 采用逆时针 先西后东的行程 开启自己的环岛旅行 如果你是骑车 或者坐车 环台来到了台东 要继续往北到花莲 那么你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条是沿着海岸 一路吹着太平洋的风的 台湿一线 如果你喜欢大海 就走这里吧 另一条 则是走花东纵谷 沿着一路清脆的台九线 这条路 非常的小清新 绝对符合你脑子里的 台湾乡村印象 两条公路都很美 美得让你在这里 要做出痛苦的抉择 到底要走哪一条 确实是一个 非常艰难的决定 但是不管你走哪一条 其实都会让你遗憾 没有走成另一条 所以还没有离开 也许你就在规划着 下一次的台湾之旅了 而台十一线 绝对是环台旅行中的青春热血公路 也称得上是东台湾最美的路线 被许多单车族 兴神网制 如果你是骑车环岛的爱好者 那么千万不可错过这一段 如果你觉得你的旅行 离不开海洋 那么也一定要走一趟这里 事实上 大多数的环台旅行团的行程中 为了让游客们来一场视觉震撼 通常都会选择走这条路线 沿着台十一线 空气中充满了太平洋的海味 壮丽的山景 辽阔的海景 以及湛蓝色的天际线 无不让你发出阵阵惊叹 而且还可以深入到 东部十个原住民的部落 让你体会当地的人文特色 难怪有人会称呼 第一次发现东海岸 除了风景 人文才是最美的 如果你是选择做客运 从台东出发 那么你可以在台东市区的 客运总站出发 大约一个小时就有一班客运 以及台湾好行 足以让你看完一个景点后 又搭乘下一班 继续往前走 每个站点都张贴了 预计的到达时间 一般都很准时开到 过 如果你想深度游玩 那么建议你安排两天的时间 好了 下面正式开启 我们的台11线旅行吧 在这条线路上 我会将比较著名的景点 摘出来 和大家一一介绍 当然 其中也会给大家介绍几个特色部落 那么 首先 向第一个景点出发吧 从台东市区 上中华大桥 跨过 碑南大镇 就来到了 赴港渔港 和其他的港口一样 每天早上 一到十点 渔船 就陆陆续续 回到了港内 一楼楼 新鲜又好吃的海产 被放在码头上叫卖 如果你想吃 新鲜又便宜的海产 那么 来这里 绝对没错 很多人 喜欢站在低房边 欣赏浩瀚的太平洋 天气好的时候 你还可以 从这里 肉眼 看到绿岛 在这里的拍照 也是绝佳的景点 此外 之前也和大家提过 如果 想要前往蓝羽 或者是绿岛 都要在这里 搭船出发 渔港的北边 是小野柳 这里 有丰富多变的 海石景观 足以媲美 北海岸的野柳 所以 也被称为 小野柳 不过 建议大家 来到这里 先去到 地质景观展示室 看一下详细的说明 了解一下 相关的 地质结构 和特色 然后 再走到海边的岩石上 去仔细辨识 哪一些 是豆腐岩 哪一些 是蜂窝岩 禽状岩 等等 各种 奇形怪状的岩石 台十一线 158千米处 是山源海水浴场 这是一个蓝色海湾 有着柔软的细沙 和平坦的摊面 照理说 这里应该是一个玩水的好地方 可是现在 如果你想要走下去 却变得非常的麻烦 阻碍了不少的游客 到这里来旅游 更加不幸的是 这片原本美丽的沙滩 已经卖给了旅游业者 建度假村 所以 经过这里时 你一定可以看到 海滩边的那栋建筑 那 就是这几年 台湾热议的 美丽湾 开发案的焦点 这个案子的焦点 争议处就在于 山源海水浴场 是台东海岸 唯一的公共海水浴场 一直以来 是人民共同所拥有的海岸 可2004年 台东县政府 却与旅游业者 签署了开发协议 成为了台东第一个BOT案 而旅游业者 也没有经过环境评估 就进行了违法的开发 再加上地方官员的一些非法庇护 这里 沦为了财团的 私人产业 也就是 海角7号里的那句 山野BOT 海野BOT的调侃 实在不符合公平正义啊 台东县政府 所主张的立场是 希望以BOT的方式 催生美丽湾 将美丽湾 作为产业指标 带动当地的观光发展 成为观光发展业的火车头 可是环保人士的立场却是 一方面 土地 使用 没有经过环境评估 就强行上马 会对环境 造成破坏 而另一方面 将公有的海滩 建卖给财团 不符合土地正义 也有 土力财团的嫌疑 经过近十年的诉讼 抗争 这个案子 仍然没有结果 所以 建好的楼 也就烂在那里好几年 海滩上 经常还可以看到 环保人士搭的 抗议小茅屋 不过 这其实也是 说不清的事 以肯定的例子来说 海滩 还是公有的时候 大家来用 就不懂得珍惜 后来 沙滩变得私有了 因为旅游业者定时打扫 反而 变得更加干净 那么 如何在公平 环保 与开发兼取的平衡 恐怕各方 都要认真思考 前辈学习 一直以来 台东拥有着好山好水 却也经常听人在 保卫 抢救 某某地方 只是 美丽湾开发案的声势 实在太大了 反而压缩了 其他环保议题的空间 比如 山林的保护 水土的流失等等 其实 都是刻不容缓 期待解决的问题 虽然有人关心 可是 却都引不起 社会共鸣 在台11线 147.5千米处 有一个 水 往上流的器官 很多人 会摘下一片树叶 放入沟渠 树叶 就会向一艘青舟 往上漂流 这个原理 其实很简单 水沟旁的道路 是条下坡路 但是水沟 却并非下坡 反而是坡度 很小的上坡 所以 当游客们 站在第一处 并连着道路 一块看的时候 仿佛 就是水 往上流一样 其实 是一种 视觉上的错觉 进入 都兰部落 这个阿美族人 传统的部落 是因为这里 都兰小学那个 帆布的书包 而爆红 近几年来 这个海岸小部落 来了很多 从台湾各处来的 新移民 他们隐居在这里 在海岸边 有不少的咖啡店 与民宿 在都兰 慢 是一种生活态度 到都兰 可以顺便造访 艺术 新聚落 新东堂场 这家创建于 日剧时代的堂场 荒废多年 2003年 一群来自各地的 艺术工作者 先后进驻到这里 将它的旧仓库 改造成创意园区 这一栋栋旧厂房 或者宿舍 有不同的主人 有的是博物馆 有的是戏剧排练场 有的是展览空间 还有咖啡店 竟然还有卡拉OK店 不过 新歌的数量不多 导致这里的初中生 都只会上老歌 看样子 这里的人 还是很怀旧的 而这个创意园区 和其他地方很不一样 没有一个主管单位 所以 每家每户 都可以自由地 任意随性发展 也正是这种自由的风气 让人一来到这儿 就不想走 甚至 选择长期定居下来 来到这里 你会发现 这里的艺术风格 跟台北那些大城市的 艺术品风格 有很大的不同 都是粗犷鲜艳中 带着尊重自然的风格 可意外的是 很多欧美日的观光客 指明要来新东唐场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海边版的云南大理 奇人亦是群聚 不过 这里的游客 却又比大理 少了很多很多 借用当地 一家民俗的宣传词 来讲这个地方 形容得再贴切不过了 这个地方 适合站在人生岔路口 不知何去何从的你 来的一个地方 都兰的警察局 在自行车环岛课中 特别出名 因为他们的后院 有一个免费的宿营地 而且 24小时提供热水 还可以洗澡 最重要的是 晚上 如果你睡不着 还可以找警察叔叔们 聊聊天 今天节目的最后 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爆红的 都兰小学书包 这款书包 在台湾很红 到处都可以见到 在都兰这一带 更是作为纪念品 在进行贩卖 那都是因为 马英九的夫人 周美清 几年前来到这里一游 买了一个回去 过几天 她到机场送女儿的时候 身上就带着一个 鲜红色的 都兰小学书包 采访了媒体 图片影像一出来 这个书包 马上成为爆款 被热买 但是 这款书包 在都兰当地的意义 却很不同 有着一个 不为人知的 文青版本故事 都兰这里 有块 突出海面的夹角 称为 都兰笔 传统上 这里 是阿美族的圣地 在阿美族的神话中 他们的祖先 就是在这里 上岸的 但十几年前 都兰这里 也跟很多海边小镇一样 面临着 要接受财团的开发 又或者 维持自主性的选择 在当时 很多人都觉得 事不关己 只要有钱赚 就好了 只有一位 从台北来这里定居的 表演艺术工作者 陈明才 他为了反对 这个开发案 四处奔走 2003年8月29日 陈明才 从都兰笔 纵生一跃 坠入海中 在岸上 只留下他经常背 却已经磨白的 红色都兰小学书包 书包里 有几件私人物品 还有一篇 天佑都兰笔 陈明才 在当时的台湾剧场界 可以说 是一位 鬼才式的人物 现在的新东唐场 闲置空间 能够转化为 艺术家 合力经营的 艺术文化园区 也是经由他 极力争取而来的 他还积极组织 社会运动 甚至在离开 人世的前几天 他还参加了 都兰笔开发案的 宫廷会 他的死 一度震惊了 台湾文化界 现在的都兰笔 立了一块 书写有守护 传统领域的巨墓碑 陈明才的死见 也唤醒了 阿美族的长老们 河的都兰部落 展开了一连串 争取恢复 传统领域的心动 你现在会看到 那条笔直 通往海边的 博游路 突然中断 就是因为 开发案 就此终止的结果 后来 陈明才的朋友 以及都兰当地人士 都背起了 都兰小学书包 表示对 都兰传统文化的认同 早在周美清 背起这个书包前 他就已经在 小众圈子中 成为认同 当地文化的象征 好了 今天的台诗一线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